今天主要點小天帶大家看看虛偽又無腦的美國政客 美國身患重度的恐懷症,尤其晶片領域更加是極限打壓 一心想像中國於死地,不過凡事兩邊看 所謂上帝要他滅亡必先令他瘋狂 瘋狂的老妹其實是中國進步的催化劑 迫使中國傳來將自己的軟轄打造成硬核 1月7日美國華爾街日報報道 美國晶片巨頭英偉達為了應對美國政府的出口限制 打轉專門對中國市場推出性能較低的AI晶片 但中國買家的態度是非常抵制 無獨有偶,12月28日因為達官網推出了一款新顯卡 RTX4090D 其中D代表龍字,即Dragon 但估算說比起RTX4090的旗艦顯卡 性能大約低了5%左右 所以同樣遭到中國消費者的抵制 為何中國人對美國的閹割版晶片沒有興趣呢? 原因就是中國人早就認識到 美國靠得住豬腦會上述這個真理 而且中國已經立志推動國產替代 還貴價買美國的低端晶片,別玩了 去年華為趁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訪華期間 Sat Game 無神發佈了美60Pro的新手機 似乎到雷蒙多大喊upset 照片猜上,會否美國政客猜不到中國進步得那麼快呢? 硬件打壓失效,但又不想辦法看著中國逐步實現晶片自主 令美國從此失去中國的晶片市場,所以忽然間轉態呢? 其實美國政府撼買定不買之間已經猶豫了很久了 被中國嚇醒的雷蒙多去年已經表態了 她說支持英偉達向中國出售普通的AI晶片 但不允許出口最複雜、處理能力最高的AI晶片 所以就出現了今日美國政商勾結 幻想邊打壓中國,邊賺中國錢的難夾 難怪網民恥笑雷蒙多 她說 一噸重的掌張掛在她的頸上 都表達不了我們的感激和喜悅 是咯是咯,多謝雷蒙多領導的美國商務部 好似怕死中國跑得不夠快 吩咐著制裁大盼起勢追打 硬要逼中國跑快點跑快點 令中國晶片單車變摩托 說實話雷蒙多真是中國的好朋友 小編覺得雷蒙多等美國政限真的不多屬中國歷史 中國已經沒有太監很久了 還不想逼中國用閹割版的晶片 要中國在美國面前永遠跪著做奴才嗎? 別傻了,留回老美自己用飽了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記得留言讚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訂閱HKG部頻道 按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條新片了